OSEP来读取我们的JSON CSV或者是TXT的部分 那新版的OSEP多了资料处理的扩充套件 这个资料处理扩充套件 那这有什么用我们来试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读取JSON 那我们可以开启JSON的扩充套件 执行 那这个时候我们的资料就读进来 就已经读进来 那你可以把读出来资料做区分 做区格做资料处理 这是属于JSON的部分 那有人说那如果TXT档呢? 在TXT档我们也可以准备一个 假设我们Github上面的 假设我们Github上面有一个TXT的档案格式 这是一个网址 那我们也可以使用网址的方式 使用这一个积木或者是这一个积木来读 我们有一个URL去读取网址这一个 那用这一个来读 资料就读在这里 那资料的笔数看一下这边 这全部都是一笔 这整个档案读进来 那接下来有人说那CSV呢? 这里有一个CSV的档 那我们放在JSON这一个积木里面来读 那我们回到JSON的资料这边 我们读取 这个就是CSV读出来 那你说读出来的资料要怎么处理 可以善用文字切割的功能 假设我们读出来的资料 我们先取出JSON的第一笔资料 所以刚才我们用这个 这是我们读出来的资料 第一笔它就会出现这样 如果是第二笔 它出现这样 那这样怎么做呢? 那我们可以把这个资料再塞进 这一个资料 然后我们用什么? CSV用逗号去切割 切第一个资料 001 第二个资料 第三个 这样子我们可以达到去做判断的第四个 这样我们可以去把CSV一样用逗号的方式把它切出来 切出来就可以用 那TXT的部分就是需要读出来之后 它会自动用Enter帮你切开来 只要有Enter的符号 它就帮你切开来 那如果你是TXT的资料的时候 你也可以用Enter去切 然后再利用这一个积木来去切 就是分割直串的积木来去切 切完之后看有几段 这样就完成你可以做一 即使是文字档 你也可以做一些资料处理的做法 好资料处理 你可以用Jackson的方式去处理 那也可以透过这一个积木的方式来处理 这样子来说 会有更高的活用性 全周突然行为一路 o Sami 就砍我们资料处理